今天呢我们接了一台 迷你的GSC-W 这个是我一个老客户昨天刚刚提的 提的第一时间直接开过来 然后他这些天线啊 然后里面的脚垫啊 这些都没有装 可以看到里面都是原版的 他说现在本来他是想那个 上面白色的附膜呢 都不湿 但是现在呢实在是说 新车到那些白色附膜都已经没有了啊 所以说本来呢 直接到我们这边 我们来给他湿掉呢 就是最原始的状态保护起来吧 最好 这个车主呢之前在我们这边呢 第一台车贴的是一台VSPA 摩托车 然后他自己的 还有一台是雷克萨斯的IS 然后后来他又推荐了他姐姐的卡焰Coupe 卡焰Coupe在这边贴了车衣 然后呢又是他的外甥女 也买了一台摩托车 然后呢也是上个月还是前个月啊 反正就最近的事情刚刚贴完了 然后这台车呢它是前段时间订了 然后有跟我提过啊 然后前天呢他跟我说昨天过来了 我就自己就开过来了 对这是一台宝马迷你的GCW啊 你可以看 我个人呢最喜欢的GCW的配色 就是这个配色啊 黑色车身红顶 然后红色的投视镜 有的人选择黑顶 我这边碰到好多客户选黑顶之后呢 然后又改色膜那个面质红给它贴上去 那个质感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车主呢他又买了一套整车的这个 呃玻璃压条啊 这个条呢全部给它换成黑色黑化了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改了也没必要改 已经很漂亮了 车主呢已经订了一套BBS的轮毂 换上那个不同色的轮毂 那这台车呢就非常的完美 好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呢是本来呢 它不是原车没有订的 但是呢载店呢刚好有一套多的 然后呢直接问他买的啊 就是可以看到是雅光黑的 雅光黑的边条 装上去之后呢会非常的漂亮啊 下面还有啊 对一整套 好我们到时呢给它全部这个压条呢 全部给它拆了 拆了之后呢 包边呢可以往里面包一点 然后再把它这个装上去 然后再把它这个装上去 就应该会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后续呢把它这些 呃天线啊 然后脚垫啊 这些全部给它装了啊 然后这里呢会有一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GCW这个车呢 原厂就有这个拉花 然后一般呢我会建议 大家贴车衣的时候呢 把这个拉花撕掉 然后呢再做一张贴在这个车衣上面啊 因为呃这个原厂的拉花 因为呃这个原厂的拉花 虽然是原厂 但是它也是PVC的改式膜 铁材的啊也是PVC材料的 所以说它底部的这个胶呢 那今天9的话 也会对车器产生腐蚀的 因为我们之前啊 有个车主开了几年的车 然后又贴车衣 我们把这个拉花撕掉 然后呢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 坑坑洼洼月球表面一样啊 就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底 所以说呢我会建议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车主说 直接车衣附上去就好 那这个呢反正我也跟客户讲到了啊 他说这张呢就以后再也不撕了嘛 所以也没有关系 但是车衣附在外面呢 这边缘呢会有一道一整条 一整条白色的空气盏 对吧 这个呢分享给大家呢 到时有这个车型的朋友呢 特别这个基盖上面 要贴车衣的时候呢 自己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做那种选择 这呢其他地方都已经黑化了 你看这前面的进气口 然后这个车标 然后这个大灯的外框 一般都是银色嘛 那我们现在呢给他开到洗车工位看一下啊 这个车呢 就没什么变过啊 这个屏幕可能甚至要有变化啊 哇里面味道也是很重啊 后续人给他那个内饰给他那个一下 这个座椅上 座椅也都是布的啊 很小 对 后排是做不了的啊 我们来启动一下看看啊 续航才32公里了 台显啊 车上来 这个台显好简陋 所以买这个车其实买的就是一个情怀了啊 我也很喜欢这个车 在街上穿梭还是很爽的这个车 我那个车太大了啊 有的时候开车还是 还是心理上会有一点那个 就这个车呢 开起来肯定很爽 我呢只能开 这里大概20米 哈哈哈哈 三月份生产 二二年的三月份生产 现在才三月份生产 所以说还是很新啊 然后他这台车呢 全车贴引擎车衣 然后加玻璃的隔热膜啊 然后玻璃隔热膜呢 因为他还没有上牌 昨天提车直接过来 所以说我们先贴车衣 隔热膜呢 因为是带颜色的啊 所以说呢 在上牌拍形式镇照片的时候 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大家 呃 贴玻璃膜之前 一定记得先上牌 形式镇的照片呢 先拍了 然后车衣呢 因为它是透明的 就算是什么很多车头 什么关单没到什么都没关系 直接就可以贴了 对 我们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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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